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欠税大户名单 全国欠税不还的金额达到993.6亿元 其中黄润宗家族再度蝉联冠军 三个人合计欠税47.4亿元 这些大户不是名下没有财产 就是像陈友豪一样逃到了海外 可是新法规定民国106年以后 黄润宗家族这些欠税大户就过了追讨期限 真的是很不公平 每年5月民众乖乖去缴税 我对于一些欠税大户来说 有人从民国七十几年就再也没缴过钱 财政部公布最新的欠税大户名单 第一名由已经过世的民员黄润宗 继续蝉联17.8亿 儿子黄润宗排名第二欠17.7亿 至于黄润宗的姐姐夏黄欣平排名第三 11.8亿元 光是黄润宗家族就占据了前三名 共欠国家47.4亿 其他还有像是排名第八的陈友豪 欠4.6亿 整体合计欠税高达993.6亿元 他已经完全没有财产了 你就争取不到了 各种手段 比如说限制出境 然后呢 查封他的财产 移送执行 各种手段都做过了 如果还受不起来 那就是期间过了以后就注销 欠税大户中有的过世 有的逃亡海外 而且大部分的案件过了民国106年3月4号以后就过了追溯期 虽然列出欠税名单 不过却也几乎没辙 小老百姓任命缴税的同时 只能看着这些欠税大户继续逍遥